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姐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我们现在看的是Tulip的0706号房 它是一个住办 就是说可以住 可以当住家也可以办公 然后呢它是基本装潢交屋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这边进来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然后呢 右手边的话 像这个的话是 假设是住家的话 那你就可以自己来装一个厨房的这个厨具 那你橱柜 所以它因为它是住办 所以它并没有附这个橱柜 好 然后呢 像你这边就可以摆很多的办公的这个设备 或者是帮成是客厅 然后这个是两房两厅两位 那这个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整套的这个洗手间 然后再进来的话 这个是客房 好 那客房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对外窗 好 然后呢 再来的话是主卧房 好 主卧房进来的话 就是也是有一个大的窗户 所以它的采光都是非常好 好 那这个是城屋已经完成两年了 完成两年了 完成两年了 然后是建商的存货 库存 最近才打算要卖 只有五间而已 好 所以这个的话是 其实是平方米 那这个洗手间也是整套的 整套的洗手间 那住饭的话 它是 越南人是五十年的产权 外国人也是五十年 所以跟一般公寓不一样 公寓的话 越南人是永久 那外国人是五十年 到期还可以再加一个五十年 好 那这个总价呢 它大概只有二十一月度而已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尽快跟我联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孙姐开讲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Tulip 0705号房 这个一样是一个住办 就是可住可办 那0705跟0706呢 其实都还是蛮类似的 这一间比较大 这一间是79平方米 刚刚那间0706号房是74平方米 这一间比较大 那一样这边有一个厨房的管线的位置 好 进来的话是两房两厅 在这里是客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客厅 看出去呢 其实很漂亮 它就是富美新的位置 好 这边其实过一条马路 就前面这边有一个十字路口 过一条马路 就会到富美新 好 所以它的价格呢 是只有富美新的一半而已 超级便宜的 那在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主卧室 主卧室进来的话 这个主卧室也是比较 比较长方形的主卧室 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然后呢 是比较长方形的 所以整个的view 整个的格局呢 是比较正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好 这里有洗手间 那这个洗手间 你其实只要装一个玻璃 就让它可以干湿分离了 好 我们再往另一个房间看一下 好 那另一个房间的话 它在另一边 那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好 所以这一个洗手间 那一样是全套的 全套的 全套的卫浴 好 那再进来的话就是这一个 另外一间比较小的房间 那这个是客房 客房一样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好 那这间客房就有比较小一点 好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整个客房的格局就是比较小 那我们这一次释出的这个住办呢 一共只有五间而已 相当少 所以呢 然后价格非常的便宜 如果有兴趣购买的朋友呢 要请欢迎尽快跟我联络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郁金香大楼的外观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写Tulip Tower 然后呢楼下的话 这边是有一个咖啡厅 好 这个咖啡厅新开幕的 所以是很漂亮的一个咖啡厅 然后呢 它这个办公楼就是在这栋大楼的 7楼 好 还有8楼等等 就是在这边 8楼以下的话它是officel 好 这是住办 那这个是这个 整个的大楼 大楼这边是有一个铁门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很平坦的地区 然后这里是 呃 停车场 我下去的地方 停车场在B1 在一楼 然后 呃 在这个停车场这边呢 啊 这边就是有保卫室 保卫室 24小时的保卫 所以整个的这个呃 呃 停车 还有整个安全呢 也做得还不错 那这个案子呢 超级便宜了 那它现在试出的话 也是很有限 呃 所以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能要尽快 然后我们这条路呢 就是叫做 黄国月路 黄国月路的话 那它往这个 红绿灯 前面这个红绿灯的方向呢 它就过了这个马路 就直接到赴美新 哦 所以它在七郡的话 呃 到这个赴美新是非常的方便 哦 那在红绿灯的左手边 有一个空骂 啊 就是一个空骂超市 也是很方便 然后在呃 呃 黄国月路的 另一边呢 像这栋白色的建筑物 这栋白色的 这栋白色的大楼 啊 就是黄国月公寓 啊 我们也有很多的 呃这个住办呢 是在 还有公寓呢 是在那边做出租的 嗯 嗯